從下午四點開始的記者會 已經進行了三個小時 依然沒有結束 但你可以看到的是 在我身旁依然有大批的媒體記者 駐守在賭團堂總部 密切跟進最新消息 會議一直到晚上7點45分才結束 由西蒙秘書處主任塞夫丁阿杜拉賭出文告 但內容只環繞在 星期天揭幕的西蒙大會 隻字不提正負首相人選議題 按照塞夫丁阿杜拉所說的 西蒙大會預料有重大宣布 那是否意味著今天的會議 已經有討論首相人選 或是西蒙大會當天會揭曉名單呢 聽聽敦馬怎麼回應 今天沒有談論首相人選議題 很聰明的問題 我會在議會上討論你 我們談論或是我們不談論 或是我們只笑在一起 今天我們會知道 誰會成為主席的選舉 你還沒到這決定嗎 你會聽聽說如果 在議會後 西蒙強調 來臨的大會 將會啟動備戰大選的機制 那究竟西蒙各成員黨 在議席分配上的議題 是否已經談論 又或是候選人名單 已經有所著落 德馬倒是認為 目前一切還言之過早 免得盟黨之間出現爭執 在議會上的議題 我們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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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不想知道 現在 我們不想知道 他們不想知道 早前有消息指 西蒙三黨已經達成共識 要推薦西蒙總裁 德馬哈迪出任過渡首相 而西蒙主席 以望阿茲莎 則是酷首相的人選 不過公正黨已經表態 需要更多的時間 去考慮這份名單 看來成員黨之間 還是沒有共識 就在會議進行到議辦後 公正黨署底主席阿茲敏 就以有需要辦為由先離開 西蒙大會 將在本月7號結幕 預計將會有 1200名蒙黨代表出席 MTV7路襄林採摩島